Hello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10号下午的3点34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眼前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十四圣星大教堂了 它被誉为是广州版的圣母院 在这里拍照就仿佛去到了欧洲啊 看到没有很多一些恋女在拍照 这个地方也算是来到广州旅游必拍照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今天还算少人了 如果是暑假期间或者是比较长的节假意的话 这里排满人的 特别夸张的 好了我们不看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观一下这一边的街头现状 这条路叫做易德路 可以看到这里 卖各种的坚果零食 还有胶带 还有各种的中草药 这条易德路的话很有意思 这一边是卖零食的 等到逛到那一边啊 是卖海味的 反正就是 这条易德路 是一条很有意思的道路 先翻骑走 可以走到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 走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的山铺又变了 变成了各种的工艺品 那边也是都变了 因为这里的话变成了广州工艺品一条街了 看里面没有都是各种的工艺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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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籠 因为快到中秋节了 提燈籠是中秋节的传统 哇 同时可以看到这里的路上 多了很多人 因为 今天是周六啊 加上今天广州的温度特别凉爽 因为早上 受这个台风的影响下了雨了 就使得广州今天的温度 没有特别的闷热 现在走在路上 加上有点风 特别的舒服 没有那种 闷热的感觉 买这种玩具 前方这里 就是广州最大的一个玩具批法市场了 叫做望龄玩具精品广场 华南总会 看到没有 应该算是整个华南 最大的一个玩具批法市场了 这里有简介 什么玩具 玩具 动漫 什么软件采购 哇 里面的空调开金门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路上建筑啊 既有高楼大厦 既有广州传统的繁简旗 看到没有 这个会计 挺有意思的 算是 现代 以古代的网美结合 有吗 有吗 特别只要逛一下这一边吧 先逛一下马路 前方就是北京路了 等一下再逛 先逛一下这一边 可以看到这一边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里是卖各种的散 灯笼 这些散看着挺便宜的 二十块一把 这条路叫做解放囊路 都是各种的灯笼 特别的使劲 仿佛过年了 好多哦 他们都没有吧 要 哦 但是的话 走到这一边就没东西看了 就变成了一条 很现代化的道路 这种道路我不喜欢逛吧 因为全个各地都一样 路连旁都是现代的房子 但是前方就是广州有名的朱坚了 是的 你没听错 因为朱坚离这个北京路很近的 准确来说 广州的北京路是连接朱坚的 只是步行间那一段没有连接而已 但是北京路是连接这个朱坚边的 所以很多游客来到广州旅游 逛完这个北京路啊 他就会急走 一直走到朱坚边 就会有这个朱坚 夜游朱坚 这样安排这个行程啊 就挺不错的 今天如果灌出这边的话 应该会特别的连爽 因为这个风 好爽 又不热 对岸就是广州的海珠区了 而这里的话还是广州的民间金融街 这条金融街啊 好像在那边吧 带大家灌一下 看这个铜钱 这个金融街可以看到当时很多一些遗址 在这里就是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也就是中老所在的医院 现在这个里面很少人 在拿着玩具 看同台书的 我说中高四龙的点 这个是在哪里 哎呀 看手好 前方这一条 就是广州民间金融街了 看得没 这里的建筑也是挺靠练的吧 但是景气仪这一面吧 这一面已经变成了很多一些现代的房子 先过一下马路 看这边的房子 好美啊 都是广州的棋楼 简单 大家看一下吧 看到没有 这条路 这条路叫做长堤大马路 这里还有一家粤菜馆 老字号 可以看到这里 虽然是民间金融街 但是的话 感觉 可以看到的移植啊 并不多 不过这里的街景还是挺靠练的 过去那一边 带大家看一下这一边的棋楼吧 看到没有 就挺靠练的 就简单 通过这些棋楼的外表 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过去啊 这里是多么的繁华 繁荣 这些房子 每一栋 都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 好了 就简单 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